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路也很斗桥 这些山很斗桥 路也挖架 走一步好走 当地老百姓还是很期盼这个项目的建设 尤其是云南对当地老百姓出行 解决当地出行问题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我早想不出来的时候 做了一天 要花一天时间才能到这边 高流通了要减短一段时间 最后现在这个跨江大车修通了过后 我们就开上这个车子嘛 回两间这些 就是短短的时间 十分钟就可以过活了 原来是没有我想的 可以靠子里面 希望能够 不能等于 如此的视频